为什么迎户三里的格鲁特成年后会直接变成巨树王冠形态 而不是迎户一里出现的成年形态呢 其实关于这点导演曾经解释过 为了区分格鲁特各个阶段的不同 他将常态下的格鲁特命名为肌肉特 战斗时的格鲁特命名为八爪鱼形态 而影片最后出现的巨树王冠则命名为阿尔法形态 众所周知格鲁特出生在一个只有格鲁特的星球 而他们这一族源于花神巨像谷 天生嗜血好战而且体型庞大 但由于小树生性善良又发育不良 最终被驱逐出自己的母星 在与火箭兔子相识之后 两人也互相扶持相依为命 最后更是与星爵卡摩拉等人组成了银河斗比天团 在与众人经历各种冒险后 小树也终于体验到家人的感觉 因此在与罗南决战时 为了保护家人格鲁特化身守护形态牺牲了自己 大战过后 火箭在格鲁特的残骸中找到了一根树枝 经过细心呵护 格鲁特也得到了重生 但此时的格鲁特已经失去了前世的所有技 因此之后的小树可以看作是之前格鲁特的儿子 而他之所以长不成之前的成年形态 则是因为重生后的格鲁特得到了迎护成员的大量关爱 紧一遇使得他自然也就不会是之前发育不良的样子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格鲁特不大量繁殖后代打造出一支格鲁特军团 那估计就连灭霸看了都不敢入侵地球了